我覺得這個是反映習近平 對自己的政權的穩定性 是非常之擔心的一個表現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看看他最近通過一個新的反間諜法 然後呢他除了在這個全力宣傳說 你每一個人身邊都有可能出現間諜 這個角度來看呢 他是要鼓勵發動一場群眾性的 這個反間諜的活動 要抓間諜 而且他還用這個央視做一些片段 在宣傳說在你街上 你可能可以隨時碰到一個50萬的間諜 什麼叫50萬呢? 就是鼓勵一些人去懷疑你身邊的人 誰是間諜 如果你舉報了一個間諜的話 你可以收到50萬的獎金 那他為什麼要在全國範圍 發動一場反間諜的所謂人民戰爭呢? 其實他反映了他自己內心的虛脅 好了 那麼你從他這一點看到呢? 他今時今日捉了這個全國最大的移民公司 目的在哪裏呢? 要他們交出這幾十年來 我想就是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這幾十年來 凡是通過這間公司移民到外國的那些人的資料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知道 習近平最擔心就是說他的政權的穩定性 他有一個馬仔叫李鴻忠說的那句話 就是忠誠不絕對 就是絕對不忠誠 那你這幫高官 在過去幾十年來將那些貪污回來的錢移去外國 然後又回來繼續做官 那這種行為對他來說呢 就是一種忠誠不絕對 就是絕對不忠誠 所以他就要通過一個收集了這麼多年來 移民外國 拿得外國綠卡的貪官的資料 有些人認為他就是要一吃二了 一方面要去向這些移民外國的人 是掛韭菜 是要他們回水 就是套一些海外資產回來 但是我覺得他更重要的 就是擔心這一批移民在外國取得綠卡 取得外國居留 但是同時又在中國繼續營商 或者做官的這些人呢 他擔心他們的政治忠誠 由於擔心他們的政治忠誠呢 才是要來一個徹底的大檢查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這些這樣的人呢 最近我看到一個廣告 就是要對海歸都要提防 因為他認為海歸也好 和這些移民在外國取得綠卡的中國官員 或者民眾也好呢 都是潛在的危機 潛在的一些間諜 令到是會影響它的政治安全 影響它政權的安全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舉動呢 是除了說是想追繳這些 逃了去外面的資金之外呢 更重要的就是要清查這一批人呢 究竟會對他政權構成一個什麼的威脅 否則你不會是要連那些海歸 他都要監視 大家要注意身邊的海歸 所以這個是習近平一種 對自己政權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懼狀態 他擔心凡是有外國關聯的人呢 都有可能是影響他的這個政權的安全 所以在內地在他控制範圍下呢 他除了要發動一場群眾性的抓間諜的活動之外呢 他還要清查這麼多年來走出去的人 究竟有多少是有潛在危機 這個影響他的做這個外國間諜 影響他的安全的人士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件事這樣做呢 我不會覺得他主要是想追討回潛逃出去的錢 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哪些人有可能是變成 外國的間諜來影響他的統治的安全 我覺得這一點他的觸發點是在這裏多過去追討的錢回來的 就算是如果他查到有或者是沒有的話 你覺得中共政權這方面他可以做些什麼呢? 他可以進一步做什麼呢? 可以做的很多啦 第一就是威脅你還是在大陸的 你的家人啊 親戚啊 朋友啊 這些慣常要做的事情啦 第二就是獵狐行動啦 就是這個正式來講 就是通過這個國際刑警 就是用他的這個業狐的行動來打擊這些啦 再一個就是去綁架他們這個回去啦 譬如最近都試過在老窩越境 就是將一些異議人士綁架回去啦 我們知道他還有很多那些海外的 海外的派出所啦 公安局部署很多海外派出所 然後呢就通過海外派出所呢 用一些就是強力的措施 讓他們和家人視頻通話 然後呢就由家人 在大陸的家人呢 向他們苦苦哀求 就是你回來自首啊 那些東西啦 就是他的手段是很多的 還有我想他最主要要查出 究竟在這幫高官之中 有沒有一些就是潛伏的 就是對中共不利的一些間諜啊 或者是一些反習近平的人啊 那樣子啦 實現中心的喔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好大好小啊 我覺得這件事呢 是應該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一些嚴重的關注 為什麼這麼說呢 表面上看來這個是一個非法的實驗室 我們首先要問的就是 為什麼中共要在美國成立一個非法的生化實驗室呢 這個從現在美國方面公佈的資料來看呢 這個生化實驗室呢 是由華人組建的 而這個華人 這間實驗室呢 又發覺它呢 是跟中國山東省一個實驗室呢 是有業務上的聯繫 好了 那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 第一 一個跟中國大陸的機構 有聯繫的 由華人開設的公司 在美國成立一個這樣的生化實驗室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這個生化實驗室呢 是未經註冊的 未經在美國註冊 本質上它就是違法的了 是吧 它只不過是在美國這個當地 在這個查驗一些合規的 例行的檢查之中呢 是被發現的 換言之呢 美國當地政府呢 都不知道有這間生化實驗室的存在 這個就第一了 因為為什麼它要非法 就是存在而不去 如果你是正經經營的 為什麼你不去向美國當地政府去申報呢 適合一 第二呢 你作為一個生化實驗室呢 你裡面儲藏了這麼大量的危險物品 就是病毒啊 成千隻老鼠啊這樣 就是你有沒有足夠的安全措施呢? 我們大家知道呢 凡親做這個生化實驗的 就按照它的危險程度呢 國際社會有一套很嚴格的規例的 這個技術的要求是分四級的 就是所謂P1、P2、P3、P4 P就是protection的檢舍 就是P4就是最高級的 最要求、最嚴格 武漢肺炎洩露出來 就是一種P4級別的實驗室 是一個很高要求的 安全程度要求很高的一個實驗室 那如果你是作為一個實驗室的話呢 你是需要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無論你是P1、P2、P3、P4 你都要有相關的安全措施 而被發現的這個非法的實驗室呢 竟然是沒有任何級別的這個安全措施 那這件事情呢 你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 就是說萬一你實驗室的細菌洩露出去的時候 對當地造成這個人命和財產損失的時候 這件事情是誰負責呢 是不是 你這樣做法是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靠害的行為 雖然不論你這個實驗室是不是有意去靠害美國人 但是你從你不去登記 不去註冊 不去採取任何的安全措施 來防範這個實驗室的細菌走流的時候 你憑這一點 你那個 就算你不是有意去靠害美國人 去謀殺美國人 但是你的這種操守 就是專業的操守 已經是非常之不道德的了 是不是? 所以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引發的情況就是說 原來這個實驗室是很靠近美國一個軍事基地的 那為什麼你選子是會選在一個靠近美國軍事基地的地方 來成立一個完全沒有安全防範措施的一個實驗室呢? 那我就覺得這個呢 也都是一個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問題 好了 這個才是我們從很單純的一個非法違規 違例的實驗室 我們都可以找出這麼多問題出來去質疑它 假如我們再深一層去想 後面發現出來的問題 可能就會相當之令人無骨悚爽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 就有兩個中國的軍官 聯手寫了一本書叫《超限戰》 《超限戰》 顧名思義就是不受任何道德規範的戰爭 完全沒有界限的一種戰爭 因為它叫《超限戰》 完全沒有道德行制 沒有任何規範的戰爭 那它講到《超限戰》是什麼呢? 就是說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 只要能夠達到打擊敵人 消滅敵人 這個就是這種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 你不需要考慮什麼道德的限制 不需要考慮任何什麼技術的限制 總之能夠達到消滅敵人的手段 你都可以使用的 這個就是兩名中國軍官寫出來的傑作 我記得在《超限戰》這本書裡面 裡面就提到 就是未來的戰爭 是可以採取貿易戰 資訊戰 恐怖主義 甚至乎新化戰 甚至乎新化戰 這個就是90年代的事 這個時候就已經當時來講 已經引起我的注意 我實際上我是認識這兩位大教 他當時的官含是大教 我跟其中一個大教 還是吃過飯 跟他聊過天 了解他當時的這種想法是怎樣形成的 但是這本書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引起很大的空洞了 就是美國軍方曾經將這本書翻譯成英文 在美國軍隊內部傳閱 研究 就是研究中國這種戰爭的思路 但是這個我當時來講 都只是覺得 我當作是一種中共對戰爭的身體法的一些註術 都沒有引起我很特別的關注 但是到了江澤民執政之後 沒有多久 我就發現網上有一篇由前國防部長慈浩田寫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是說 戰爭離我們不遠 這個戰爭是中華世紀的產婆 即是說中華世紀的產婆 即是要靠戰爭來吹身的 即是這個題目的意思就是 戰爭是中華世紀的產婆 這篇文章我看完之後 簡直是非常之震撼 因為它裡面提到 中華世紀的來臨 要解決的最大的障礙就是美國 而要去解決美國的問題 即是已經不能夠再 再單憑這個戰爭的手段 才能夠消滅美國 而在考慮消滅美國的種種的戰略之中 生化武器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然後再說這幾年來 中央沒有走著 即是說中央在研究這個生化武器 怎樣用生化武器來達到消滅美國的這件事上 沒有空過 這篇文章 即是當時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已經覺得很震撼 但是很奇怪 這篇文章當時來說 並沒有引起美國的注意 直到什麼時候 美國才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呢? 直到COVID-19 即是這個中共病毒出現的時候呢? 美國才仿然大悟 在若干年前呢? 慈浩田是講過這些說話 所以這篇文章 慈浩田這篇文章呢? 直到幾年前呢? 才開始在美國社會呢? 是受到關注的 你如果現在看回慈浩田這篇文章 那個全部的內容的時候呢? 你就會突然間叮一聲 醒悟到今時今日 在德州 Sorry 在這個加州發現的這間 無牌經營的非法的實驗室呢? 會不會是中共 整個生化戰略部署的部分呢? 現在 單憑現在表面的證供呢? 根據美國一個專家的分析呢? 都沒有足以證明 它就是中共 就是準備在美國 用生化武器 殺害美國人的一個手段 就是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件事情 但是 為什麼在慈浩田 這個用生化武器來消滅美國人 這個講話 之後若干年出現一間這樣的無牌非法的生化武器 生化實驗室 你就不能夠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所以 我覺得近這一兩年來呢 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呢 令到大家都會想到呢 中共侵略的手呢 是已經伸到進來這個美國了 除了我們所說的那些 軟的侵略 比如說孔子學院 這個對這個美國 就是商界 政界的那些統戰滲透之外呢 這些如果我們歸類為軟滲透 或者軟侵略的話呢 那我覺得呢 現在開始要關注一些硬侵略了 硬侵略的意思 我不是指一定是飛機大炮 而是說很多 很多屬於軍民兩用式的侵略 已經是出現了 比如什麼呢 氣球事件 就是這個 早前已經發現間諜氣球 大搖大擺這樣 就是來到美國 而將它打落之後 那個殘骸的分析呢 也都發覺他們是有傳一些訊息 是回大陸 這個是一種 現在發現的 在美國本土發現一個 就是非常危險的生法實驗室 這個也都可以是說明 中共對美國的一些侵略呢 已經是開始表面化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呢 是應該引起這個 這個美國深度關注 有一則報道呢 我看到一則報道呢 就是說這間公司呢 其實呢 是最早是在加拿大成立 然後加拿大因為它違規 生了 接著搬去德州 德州又因為它違規 掩蓋了之後呢 它搬去加州另一個城市 加州另一個城市呢 又因為它的違規 是 撿去之後呢 到最後呢 是落腳在現在這個地點上 來到這個地點之後呢 才引起大家 關注它是不是有政治目的 是 就是說這間公司的違規紀錄 已經是很多了 由加拿大開始 然後去德州 德州之後回加州 加州之後 逐出了之後呢 又換個 換個身呢 又是回到加州 那就是以前 以前 它之所以會被這個驅逐呢 是因為它 大家只是從這個 它沒有執照啊 沒有拿permit啊 沒有那個安全措施 不合格啊 從這些純粹營運上的東西 來看它被驅逐 就很少從政治的角度來考慮 這間公司會不會其實是隱藏了一些 就是中共這個消滅美國人的 這個這樣的角度來考慮 直到這次 大家才釋然大誤 說會不會這個是中國生化 生化武器攻擊美國的一個部署呢 那所以我覺得這次這件事呢 應該是很嚴格地引起美國全社會的關注